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经过了中秋和十一长假后 相信大家又为肚子上的罪诱烦恼了 如果你还在为肚子上的罪诱而烦恼的时候 你不妨把今天的视频看完 苹果里面含有大量的果胶和膳食纤维 是一种老少街宜的水果 而生姜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种调味品 这两种都是我们生活中最普通的食材 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把这两种食材放在一起会有什么的作用 下面我们就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我们把苹果和生姜放入一个盆里 再用少许的清水把苹果和生姜打湿 然后在苹果和生姜上撒上一些食盐 再用手将苹果和生姜搓洗干净 食盐有很强的摩擦性 这样可以将苹果和生姜更加彻底的清洗干净 苹果的皮营养价值比果肉高 所以建议还是连皮一起吃最好 生姜的皮我们也要留着 生姜的皮是属于凉性的 而生姜又是属于热性的 把它们放在一起食用是最好的 最后我们用清水来把它们清洗干净 把它们彻底的清洗干净后 然后我们再用厨房纸把苹果和生姜表面的水分给擦干 这样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 把苹果和生姜的水分擦干后 再来把它们切成小丁 苹果的盒有小毒 我们一定要把它去掉 全部切好后 我们把它放入一个干净无油无水的大碗里 接着用干净的筷子 把生姜和苹果搅拌一下 让苹果和生姜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无油无水干净的密封容器 我们可以把洗干净的容器放在蒸屉里蒸它10分钟 然后晾干水分 把苹果丁和生姜丁倒进来 下面我们来准备一瓶酿造白醋 我们用的醋一定要是酿造的 把白醋倒入苹果和生姜丁里面 米醋的量能没过里面的食材就可以了 最后盖上盖子 密封保存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食用了 每天吃的时候我们用一个干净的勺子 舀两到三勺放入杯中 然后用温开水来对开 如果觉得太酸的朋友可以加上一小勺的蜂蜜 然后把它们搅拌均匀就可以饮用了 最好是在饭后的半小时再饮用 这样的效果最好 坚持喝上一个月左右 大豆腩就会小一圈 如果您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见